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业营薄 虽非人力所可制 文中没有讲明白茶的产地 从古到今 人们一直只闻其名 不见其形 2003年 经专家考证 宋徽宗所讲的白茶 就是生长于浙江省安吉县的安吉白茶 安吉县位于浙江省北部 这里山川俊秀 绿水长流 是我国著名的竹子之下 1982年 人们偶然在安吉的一处山谷里 发现了一株白茶古茶树 自此以后 安吉白茶 日渐被人们所认识和开发 这里生长着安吉白茶和西湖龙井 两相对照 安吉白茶茶树的颜色明显较浅 更加神奇的是 茶树茶芽的颜色 会随着石令发生变化 清明前的嫩叶是灰白色的 到了谷雨 嫩叶会逐渐转绿 直到全绿 安吉白茶的产茶期较短 一般只有一个月左右 这使得白茶更显娇贵 中国茶基本可分为六大类 绿茶 红茶 青茶 白茶 黄茶 黑茶 安吉白茶 虽名为白茶 却属于绿茶类 因为它是白叶茶 按照绿茶的方法制作而成的 新叶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摊放 然后按照一定的温度和时间 进行杀青 在这之后 是整形的一条 最后风干 新的安吉白茶 冲泡以后 井翠叶白 茶汤颜色鹅黄 香气鲜爽富裕 与别的绿茶相比 安吉白茶的显著特点 就是安基酸含量高 营养丰富 因此 安吉白茶不仅喝起来口感好 而且还有利于身体健康 最近 白茶在女孩子中流行起来 还赢得了美容茶的雅号 安吉县建山村的张胡丁一家 种植白茶已有二十多年 在当地小有名气 今天 朋友们相约来到他家 品瓶新茶 聚会还在继续 白茶的话题 似乎永远也聊不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